国防部公布最新影片 演练中国无人机侵犯前线领空 我防守部队立即启动监控回报 缺离防卫射击 影片中除了以步枪射击视镜 更首都出现禁号干扰枪 大动作反击中国的无人机干扰 中国网路上也流出无人机视角影片 甚至从空中抛下物品 挑衅意味十足 也让国防部不忍了 不只公布反击影片 更在脸书开枪 通逼中国号称文明大国 行为却猥琐小偷 不要再乱丢垃圾 不然只能被解落 不过无人机干扰可能要消失一阵子了 因为厦门公安局3号发出公告 为确保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举行 3号到12号未经依法批选 不得在厦门起降无人机 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为者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暂时避免就是插插走火的可能 以免就是有扩大影响到这个二十大的一个进行 不管中共他这边的官方的态度跟立场如何 我们还是要强化自己的这种防卫的能力 无人机侵扰恐怕暂停10天 不过从8月中以来无人机各种侵扰不断 除了政治上的挑衅也凸显出外岛防卫星危机 未来该如何有效反制 国军得赶快拿出办法 华语新闻 郭斯文 宋志宁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